今天来探讨一下 范增的人物画作品 范增 范增是不是自己讲过 他说 外面 坊间 市面上看到我的画 99.9%都是假的 其实范增 那就知道他讲的有多少了 范增讲这句话会得罪很多人 因为很多人跟他买过画 包括画廊 包括私人厂家 他讲这个画的话 其实会让很多人觉得说 你怎么这样讲 我这是亲自跟你拿的 所以范增在多年前 你这样我给你拿的话 现在也卖不出去了 对 因为他这样一讲的话 会使得很多人在手上的话 就变成假话了 到时候买家就职业 1299.9% 你是不是就是那99.9%里头的一幅 所以范增因为他的很多形式作风 会让很多人有争议 所以他在中国议坛 事实上是一个颇富争议性的人物 那我们还是要来看看他的画 因为他的画 在拍卖会的价格上 也屡屡创出高价 范增虽然争议性很大 但是他的作品一项价格非常高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画 他的作品可以高达1000多万人民币 如果是大幅1000多万 小福乐大概 1000多万是人民币吗 人民币 人民币 因为他的这种在大陆的经营 很多的官员喜欢他画 很多的大收藏家喜欢他的画 所以我们就不讲说 他的画的艺术价值是不是很高 但是他卖得非常好 好 这让我想起范增也曾经讲过另外一句话 除了他说99.9%都是假话之外 他曾经说过 他说这个画的价钱要好 要高 外靠肩上内靠贪官 内靠官僚 所以 换句话也就是说 炒作 是 他长袖善我 他很多经营人际关系是在高层 而不是底层 不是在中间的这个层次 但是他的画还是有他的价值在了 确实 他的画有他的缺少 他的人物画得栩栩无声 他的人物基本上 他是用历史人物来作为他 因为他本身在大学是念历史系的 后来转成国画系 他对历史也读了很多 所以他的画很有故事性 对 所以他用历史人物 比如说老子 像这个是老子出关 他用一些画官公 画钟葵 这些 画庄子 这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人物题材 那我们先看到的构图 他的构图第一个 他其实蛮传统的 他其实蛮传统的 因为他的构图基本上还是流版很多的 以人物画当作一个主体而已 其他没有什么太多的配件 就是说山水花鸟 什么 他没有很多 同时留白 他留得很多 这是传统的一种构图概念 你看 但是他有一个特色是什么 星福他是画达摩 他很聪明地学习了现代一个漫画的技巧 融入了中国的绘画的人物画的表现 他就会把他画得有点夸张 不是脸夸张 表情夸张 动作也夸张 身材也夸张 所以他的身材就会拉长了 达摩 拉长了 他把它拉长了 就形成一种特殊的视觉效果 很多人很喜欢这样的味道 画的是达摩面壁 就是一个达摩 这个也是一样 其实你仔细看他的人物画 他的比例是不太对劲的 是因为他把它夸张了 可是这个夸张是有它的用意 它的效果的 所以你看起来觉得说 好像蛮特出 蛮独特的表现 也蛮好的 这也是画达摩 对 达摩面壁的 这个是 你可以看到他的动作是很夸张的 人物的表情也很夸张 衣服也是很夸张的 它是用夸张来表现的 包括他的书法 等下我们讲到 也是很夸张的 是 下一张 这张呢 它是送给台湾的国父纪念馆的 所以这张画 现在目前收藏在台湾的国父纪念馆 那各位可以直接看他画国父 他也很会做人 就是把它送给 这个国父纪念馆做馆场 一方面呢 可以提高他的知名度 一方面呢 他也把他的作品在台湾做了很好的宣传 好 我们来看他的用笔 那他的用笔也跟他的人物化一样的这个构图造型一样 它是夸张的 也就是说他的抖动的很厉害 他现场是抖动的 那抖动的话 我们在看的时候 他充满了动态的感觉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他身材拉长 然后这些线条 比如说这个线条是拉长的 抖动的 拉长是抖动的 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 所以他不是很笔曲的人 要注意他的抖动的趣味 是不是符合泛针的 因为你可以很容易学他抖动的这个趣味 但是如果你不符合他的节奏感 那就不是泛针了 包括石头都是抖动的 都是尖锐的 是 这是他的味道 我们看下一张 你看他这个人物呢 是很夸张的 画酒狂 画这个喝酒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线条 有时候会用破笔的 但是不管破笔或者是没有破笔 基本上他的线条都是抖动的 抖动的 确实有那个漫画的趣味 因为你如果看他的脸 跟身材的比例是不对的 所以他因为走的是漫画路线 所以会让很多人很容易欣赏 很容易欣赏他的画 他走的是通俗路线 但是他把自己弄得很 地位很高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一个鸡 你看他这个东西 他这个东西是学 这个民国时期有一个攀天兽 浙江的一个画家 攀天兽 画石块的时候 它是方则方印的 这个画法 所以他学了攀天宗的技法 这你也要注意一下 除了他的用笔 我们看看用墨 他的用墨 其实是大块去染他 他不是小小的笔去染 他是大笔去染 重点是他在染的时候 也是笔一笔的都是具备书法趣味 除此之外就是会有一些 一块一块的墨痕的感觉 这是他的特色 要具备这个特色才行 我们看下一张 比如说这张 他用笔非常的潇洒 有震战的效果 破笔的效果非常好 你看他的墨韵的效果 也做得相好 身材拉长了 拉得很长 非常夸张的 他的用色 其实也是很传统的 就是用一些中国传统颜料 他的颜色也不多 但是他也很善于用一点点红 或有一点点特殊的鲜艳的颜色 去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活泼 这是他很厉害的一点 比如说这个地方 老子出关 其他都是水墨效果 看下一张 你看这个绿色 石绿 这石绿 这中国传统的颜色 很漂亮 所以他在这个颜色的组合 是用传统方法 看起来很含蓄 很优雅 他还是自命为 他是文人化 文人嘛 所以他的色彩的配置 是比较典雅的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也是 老子出关 你可以看到 这个红跟黄 就刚好 这个有点 画龙点睛的效果 其他的 都非常淡雅的 非常淡雅的 这一点要注意 他的配色是非常讲究的 那讲完了 我们来看看他的假画 各位看这幅 不知道你的想法怎么样 第一个 我们看到人物的夸张度不够 另外我们看到 这个线条 在这个地方 画一纹的时候 是乱成一团 另外我们看 这个默韵 也是乱成一团 不像它是大笔灰斜的 另外我们看到 石头的效果 这是过于尖锐 而且每个石头效果 必须要有一些转折 异扬顿出的变化 它的线条 是无时无刻 不再做转折变化的 所以你看这个石头 就变得很僵硬的 是不对的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一张看起来很像 对不对 单身仔细看 对 跟刚刚的符 真的蛮像的 你仔细看 它的染的这个 石头上面的 这个石绿 跟这个刺石 它是用这样染的 范针不是这样的 它是用画笔的 笔去去染的 所以就不一样 它会留下很多 墨痕的块状的 再加上这个线条 是过于锐利 它没有很多转折变化 所以它的变化不够多 因为范针的技法 它是用很简单的技法 比如说线条是抖动的 人物是夸张的 但是它必须做很多变化 它的画才不会看见很呆板 那变化在哪里 其中一个就是 线条的震战抖动跟转折 另外就是 墨运的 墨痕的效果 我们看下一张 这张也是不对的 为什么不对 各位可以想一想 你看这个书法 就不是它的 因为这些震战的 那个味道不够 另外我们看这个线条 你看这个线条 也是太僵硬了 都不是范针式的线条 我们看这个 湿坏的染色 是平的 它没有一块一块 一块墨的效果 它也不是范针的 另外这个人 整个身体挤在一起 它并没有范针 那种夸张的 那种舒展的效果 没有 范针的个性 它是自我 期许很高的 所以它画的人物化 其实是跟它的个性 很像的 是投影出去的 所以它画的人物化 应该有一种 一种高傲的趣味 才对的 或者是一种 很舒展的 很夸张的味道 因为它确实在大陆 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 所以它的人物化 也应该具备 这样的效果 才是真的范针 所以今天小教室 我们认识了范针 好看 好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